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幻金计划 咱们的男主潇洒是一个股票分析师 而他已经暗恋自己的好朋友琳达很久了 琳达是个职业女强人 她想要有一个孩子 可对婚姻并不怎么渴望 因此琳达找到了一家机构 并且寻找了一名优质的捐精人 捐精人大罗是个已婚大学的教授 尽管潇洒很反对琳达这个做法 可是她却没有什么立场开口阻止 只能喝醉之后独自在洗手间自愿自艺 偶然间她发现了大罗刚刚捐出的种子 可是喝醉的潇洒一不小心把种子给倒到了洗手池里 苦恼了半天后潇洒临近一动 对着杂志上的美女开始动用自己的物质 把大罗的种子换成了自己的 第二天睡醒的潇洒压根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 琳达受惊成功后为了好好照顾孩子搬回了老家 一走就是七年 七年间潇洒也曾经尝试过接受其他女人 可没有一个女人能像琳达一样让自己心心念念 七年后琳达带着儿子回来了 潇洒觉得这孩子和自己长得特别像 周末琳达委托潇洒帮自己照顾儿子小白 自己要去和大罗见一面 表达自己对她的感激之情 见面后才得知 大罗早已离婚并且一直惦念着琳达母子两人 而另一边 潇洒通过和小白两天的相处 终于在好机友家想起来了自己当年干的好事 潇洒马上跑到琳达家想要说清楚 可铺垫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几天后她才得知 大罗已经对琳达展开了追求 为了不让自己爸爸变叔叔 潇洒下定决心要和琳达表白 可此时的琳达真的只是把潇洒当朋友 不仅自己和大罗跑到了岛上也赢 还把儿子丢给了潇洒照顾 这几天潇洒父子两人玩得很愉快 琳达回来后 潇洒再次劝她离开大罗 潇洒始终觉得大罗这个人不安好心 然而琳达如今对大罗印象非常好 两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几天后小白在学校被欺负 就跑到潇洒家照潇洒撒娇 潇洒家安抚好小白后 把小白送回了琳达那里 此时的琳达正在家里开party 而大罗则准备在party上求婚 看到这里潇洒终于今天了决心 把自己当年干的好事全部说了出来 琳达坐在那里反应了半天 然后站了起来给了潇洒一个大嘴巴子 两人就此有劲 为此潇洒忧郁了好长时间 这天下班潇洒在公司门口 遇见了正在等自己的琳达 琳达说是儿子想念潇洒了 本来潇洒还有些失望 可紧接着又听到琳达说 尽管大罗各方面都挺好的 为人有激情 平时也没那么多事 但始终不是潇洒 听到这里潇洒终于明白 自己花了20多年的时间 终于把友情变成了爱情 看完电影的朋友们 你们身边是否有这样一位多年的异性好友 你总认为是流水的对象 铁达的友谊 可某一天突然发现友谊才是真爱 你会怎么办呢